大家好,我是伊的伊維達,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做甚麼?Chloe你 今天是講法國和Amsterdam買的東西 比較貴的兩樣東西,以及講一下退稅 上次已經講了法國退稅 究竟今次的退稅和上次的退稅有甚麼分別呢? 好,首先講給你聽我的旅程 我的旅程是由法國開始 然後去冰島,再去Amsterdam,然後回香港 所以第一站就是法國,尾站就是Amsterdam 第一站去法國,我就買了一個袋子 尾站在Amsterdam就不小心買了一雙鞋 我們先看看尾站的東西 因為看袋子好像比看鞋子興奮 所以我們先看鞋子 尾站為甚麼會買了一雙鞋子呢? 這個完全不是在我的計劃之內 就是因為有人要去買禮物給老婆 然後就買給老婆,買給外母,買給媽媽 然後就入了那些名店 首先就入了Chanel Chanel我就沒有買到任何東西的 純粹幫人看東西而已 然後就入了Gucci 然後就入了Gucci,哎呀死了 你知道Gucci近年來的設計都很搶眼 還有很多 Chanel就來來去去那些經典的東西 變化都不是很大 所以你看開那些我多這些東西 然後入到Gucci就 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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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人買的時候,我自己又到處走 那就看中了一些東西 我看中了兩雙鞋子 但是穿過呢 有一雙是短一點 但是那雙是右雙 另一雙是粗雙 雖然粗雙這雙是貴過右雙那雙很多 但是我覺得在香港穿的次數可以多很多 因為粗雙我會容易走一些 有很多比較難走一些的鞋子 其實我買了回來之後都被打入冷宮 那就不值得了 我也是說幾千元一雙鞋 但是如果你是整天穿 又或者是穿了超過10年以上的 我真的有一些這樣的鞋子 那你已經抵抗了 已經抵抗了 其實買貴的鞋是完全 對我來說是完全無所謂的 只要你穿得夠多就可以了 好,廢話少說 我就是買了這一雙鞋 其實紙袋也值得一看 好漂亮啊 上次的袋子是紅黑 然後有一些畫面 比較邪氣一點 那這次這一個就是 很漂亮的一幅畫 Gucci每次的紙袋都很漂亮 所以不捨得扔 這雙鞋呢 先打開 打開了,你還沒看到 還沒看到 因為它有兩個 很漂亮滑滑滑滑的鞋子 希望我穿多一點 這雙 是正式的 鞋子 先把紙拿出來 來了 現在 買了一雙黑色七皮的高跟鞋 這個就是粗跟 香港很容易走 這個叫做有跟 但又不是誇張高 腳都不是很斜 我可以穿得久 還有那個重點 就是在這裏 其實它近年來的 手袋 很多東西都有 這些昆蟲 也是因為有這個昆蟲 所以這雙就貴 另外我看那雙很多 我另外看那雙 就是 不是七皮 是普通皮 紅色尖頭 矮一點 但都是搭帶的 條帶有 紅白藍三色 但就沒有了這個 這樣咯 我想我選對了 哈哈 我現在就不穿上腳了 穿上腳的 相遲些 都會見到我貼貼的 因為我會穿的 那另外呢 我們就看看 這個袋子 那這個袋子 其實我在 香港 的購物 已經進去看了 試什麼 問了價錢 過到去呢 其實那個價錢 跟香港是一樣的 那我賺就是賺的 退稅 但是我也有我的付出 因為你記得我剛才說 我第一站是法國 跟著就 冰島 然後到Amsterdam 才回香港 我的付出就是 我要 將它 由法國 一直帶到冰島 帶到Amsterdam 才帶回香港 它呢 不小的 就是 袋子是小的 但是盒子是不小的 包裝是不小的 重量也都在 它霸了我四分一個行李箱 其實 不是一個袋霸我四分一個行李箱 我買了兩個 因為我幫人買了一個 對了 那這兩個袋是 就是 跟著我整個行李箱 總之 還有 退稅我一會兒都會說 我也是有我的付出的 所以 不來不易 這個袋 好漂亮啊 好漂亮啊 這個盒子 我盡量都保持 其實呢 我過Custom的時候 它要我打開 是打開過的 但是我盡量都保持這些東西 因為 因為 我覺得拆都是一個經驗 來的 就是你 你拆禮物 那件事 是包含在你給的錢 那裡的 或者是你去到那裡 那些人服務你啊 店舖有多漂亮啊 就是 所有東西都是包含在 這個袋子的價錢那裡 所以呢 我自己保持也好 我幫人買也好 我都盡量保持完所有東西 是原裝 就算開過 我都會把 弄回一件 唯一保持不了的 就是紙袋 因為真的太阿定了 對了 那呢 我現在呢 就跟大家一起拆吧 很漂亮這個蝴蝶 我沒有可能綁得回 但是 我們只要拆開它 我呢 過Custom的時候 拆這個蝴蝶 我是沒有拆到蝴蝶的 我是這樣 弄開絲帶 我剛剛拍片之前 我就穿上去 這樣 所以是 大家一起拆的這個蝴蝶 打開那個盒子 一打開呢 其實都 見到少少了 是不是 見到少少了 你知道是一個紅色的袋 每次的 unboxing片 你們看了那個 thumbnail 都會看到那個袋子的樣子 例如上次Chanel 那些 我這次就特意 只拍著那個盒子 讓大家可以 一起看到 究竟這個袋子是什麼樣子 在影片裡面 先開估 這個是塵袋 但是塵袋也很漂亮 那個塵袋 有個天鵝在這裡 這個就是我買的 Lady Dior 這個是小尺寸 它還有mini的 它摺了很多層這些紙 這些 還有一本這麼厚的書 難怪這麼重 它的底部都是鋪滿了 摺過的紙 我們先放開它 我們看看這個袋 把水 刮了逐個撕 對了 這一堆東西 這一堆扣扣 那為什麼會選擇 小尺寸呢 因為 小尺寸背起 真的十分可愛 那個 那個 襯在身上 那個對比 如果再大一點 就不可愛了 但是如果再小一點 又太小了 所以這個是剛剛好的 手拿和什麼都是剛剛好的 另外它有一個特點就是 這條帶 這條帶呢 mini size 就沒有這些扣的 那這些扣呢 就是自己選擇的 它有整盤 這樣拿出來 我想 有十幾二十款 這樣讓我選擇 我選了這三個 我選了玫瑰花 心心 和這個千鳥格的猩猩 那我朋友呢 就選了 都是千鳥格猩猩猩 心心 還有選了一個 都是這樣圓形的 然後中間就寫著Dior 即是一個標誌 不過我覺得這個玫瑰花 真的很漂亮 所以 我就極速選了它 我很心急拍這些開箱片 因為呢 一天不拍開箱片 我就沒得用 哈哈哈哈 這個袋裡面是這樣的 一格過 然後有一個小格 對 都放到電話相機 那些 雖然它是小尺寸 條帶就是這樣的 斜背就大約到 這個位 這裡是腰 對 是這個完美的位置 這個長短很好 它有沒有可以教的 我有得教三格 這邊有得教三格 但我想我不用教了 我想 我想我完美的 我覺得是完美的 粗魯什麼也可以 穿裙什麼也可以 這些粒粒 其實很便宜 都是幾個水一粒 我就可以隨時換 香港買都很便宜 所以暫時三粒 看看有沒有興趣再買多些不同的款式 不同的款式 扎背 手拿也好 手拿也好 好 好了 現在呢 戰利品就看完了 是啊 只有兩個 你不要忘記我幾個月之前 才去過一鑊法國 所以 其實我這次是 除了這個袋之外 我沒有什麼計劃要買東西 那雙鞋 真的是 不小心買了 好 那就跟大家聊一下 這個退稅的問題 如果你沒有興趣 聽這些退稅的問題 不要緊 你現在可以不看 但你記得給我一個讚 有什麼啊 Chloe 有什麼 有什麼 幹嘛黏著我啊 肥肥 怎麼這麼乖 好 先把你們拿回來 先把你們拿回來 那繼續說退稅 首先我就去法國 買了這個袋 買了兩個袋 那我就拿了那張退稅單 我就繼續去我的旅程 然後就去冰島 好了 那去到冰島 就完全沒有移動過的 所有東西 但是這兩個袋 去到 Amsterdam的時候 我就要拿出來 因為去機場的時候 你知道 退稅 那些 custom 那些官 可能要看一下你買了什麼 所以就不要包入行李 買了那些東西 就要拿出來 那為什麼我要拿幾程 才可以退稅呢 原因就是 如果你在歐洲 歐盟的國家 買東西 你就要去到 你最後尾站 即是離開歐盟的時候 你才可以做退稅 那為什麼我覺得自己很斜 那樣的 離開最後一個歐盟國家的時候 你要有兩手準備 第一就是 你要有你的戰利品 在你的手掌握 或者你手掌握 第二就是 你要拿好你那些 Test Refund 那些 Form 第三就是 我高頭看一下 因為每一個機場 都會有 雞腦那麼大的字 寫著Test Refund 那樣的 其實呢 寫著Test Refund 那裡就是 Custom 丟印的地方 你做Test Refund 你有兩樣東西要做的 第一就是 你要去Custom 那裡給他丟印 第二樣東西 就有分AB 為什麼呢 A 就是你想在機場那裡拿 Cash 即是即時就結束了 你就去Custom 丟印之後 然後呢 你就要看回 你Test Refund 那間公司 是哪一間 因為不是只有一間 有幾間 你就去回你公司的 那個Counter 那裡 去拿你的Cash 又或者 B 對 剛才說是AB B就是 哦 我想他入回那些錢 入我的Credit Card 那麼呢 你就要把你丟印 那個 那張東西 他丟了印那張東西 所有資料 就入好在那個信封那裡 有了那個信封 已經 入好在那個信封那裡 然後呢 就去你Test Refund 那間公司 他們就會有一個信箱的 你就扔進去 就可以了 扔進去之後呢 其實你也還有後顧之休的 因為你要回香港呢 你要留意著自己的Visa單 留意著 他給了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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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又或者是呢 他有一些連結 給你上網查一下 你的Test Refund 搞成怎樣 這樣 對 有點像查看郵件 這個就是你可以做的兩個方法 那我呢 多數都是選Cash at AirPort 因為我不想再有後顧之休 多數呢 拿Cash 那個 Refund 那個錢 就會少一點點的 但是 都沒有所謂了 因為我不想回香港 還要在那裡檢查 那些錢來了沒有 入了Credit Card沒有 還有我聽過有太多的失敗個案 就是 喂 等了很久他都沒有還給我 或者是他直接沒有還給我 然後呢 我就去追討 追討 他就說我不知道欠了什麼資料 還是有什麼出錯 總之那個來來回回 還要越陽 這麼遠 隔著 你已經去完旅行這麼久 都還要攪著那些東西 那是不是很不開心呢 所以呢 我每一次都是選 在機場那裡拿Cash 那我就不是拿港幣的 不過我這次有點懶 他就說拿EUR要在下面那層 所以他說他只有美金 我就照殺了 對 我就拿了一疊美金回來的 那這一個就是我在 Amsterdam的 退稅 究竟做了什麼 不過呢 有一件事要留意就是 如果你有看我之前法國的影片 或者我現在告訴你 在法國呢 我剛才不是說 你有其中一個 第一件事要做 就是去Custom那裡扔印的 在法國呢 是很方便的 因為呢 它有部機 有部機 你自己 逐張 你自己的單 進去刀 就等於扔了印的了 如果你刀的時候 它是綠色 即是OK了 你再刀它有綠色 即是OK了 它也有Custom的Counter 在那裡 也有一個人在那裡 幫你扔一個真的印的 那什麼時候要出動 那些人呢 就是你刀的時候 它是紅色 那其實沒什麼問題的 不知道為什麼有些是紅色的 那我那時候 上次去法國呢 我刀了幾張 有一張是紅色的 那我都立刻要移我的浴布 呢 到我旁邊的Counter那裡 給個真人扔印 那但是我上次就很幸運了 只有四五個人 好像只有幾個人 排隊 扔完印 你就立刻可以拿錢了 那但是呢 這次的Amsterdam 麻煩一點了 我們排的那條 扔印的龍呢 很長 因為呢 它是沒有刀的 你是不可以自己刀的 你是真的要排隊 等那個真人幫你扔印 那條龍呢 是打蛇餅 因為你想想 喂 每個人買完東西都在這裡 給它扔印 是很多人 那打蛇餅之餘呢 買到去呢 它又真的會要看你的東西 而且我們發現 它好像喜歡看貴的東西 因為我們看之前 那些人買的東西呢 它都是抽樣子來看的 但是專門看大件的東西 專門看貴的東西 譬如我朋友買了那個Chanel 又或者是我的Dior袋 它就要看 其實很不想開 你知道我剛才說 那些包裝對我來說是多重要 我真的很不想拆開 但是它死都說要看到裡面 看到包裝 那我就唯有全開了 這樣 嗯 嗯 對了 記住了 阿姆斯特産 那所以呢 你要預早 我想真的 預多一個小時 是專門是 還有呢 我這次死好菜 就是 我買Gucci和Dior 都是同一間 Test Refund公司的 就是叫Premium 去Custom燈印 原因呢 你要找回你自己的公司 那 Custom燈印旁 就有一間 是Global Blue 其實呢 多數這些 高級牌子呢 不是Global Blue 就是Premium 多數 但是它也有好幾間的 那你就不要去錯公司 排錯隊 或者是 甚至乎如果你是想 叫它進入你的Credit Card 你要扔那些信封進去的嘛 你就不要扔錯公司了 要不然你是不會得到 你的Test Refund 你就有很長時間搞的了 不是 不能搞了應該 搞完了 完了 所以呢 你就找回一間公司 那搞笑呢 因為我這間叫Premium的公司呢 它呢 那個Counter不是寫著Premium 它的Counter是寫著Travelest的 只不過是我在Travelest的Counter 看到它動著一個Premium的信箱 我才知道 噢 如果這裡就是Premium 排隊這裡呢 就很少只得一兩個人而已 因為大家都散開去不同的Test Refund公司那裡排隊 就不會再有那個打蛇餅的情況出現 其實我就未真正計 我退稅退了多少錢回來的 不過呢 我在Amsterdam那裡問他 嘩 其實大約退了多少 他說有14 嘩 14 應該沒有那麼多吧 因為我記得之前在法國 還要說我是退貨 是退到10%附近而已 所以呢 我這次都很期待 我將會計算了什麼數目出來呢 是的 那希望 將會去歐洲的你 我這個Test Refund的小小提示 可以幫到你一點 不過我覺得呢 最重要呢 都是幾個項目 第一就是 保持好你買了的東西在你手上 因為他真的要看的 他真的看了 是的 第二就是 拿著你那些單 就是他給你Test Refund的那些項目 你記住有齊在手上 我去到Travelers拿錢的時候 他有問我拿Dior那張證單出來看 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 就算是 他說 就是那個店舖說 是給你用來做Test Refund的那張單 也好 他給你Customer自己保持那張單 也好 你全部都拿走 第三就是 不要去錯公司 你拿Test Refund 他就不會給你了 因為如果你去錯公司 但是如果你 是入信箱的話 你就真的要 打醒十二分精神 你不要入錯公司 有時候你買東西 可能買一樣 就 未能夠退稅的額 所以 你幾個朋友夾在一起買 就會 夠貴 就可以退稅 所以你去到 不同的國家 記得查清楚 他們要多少錢 或以上才可以退稅 這樣 你就可以跟朋友夾在一起買東西 在Bank也有這個情況出現 我也有跟朋友夾錢買東西 就可以退稅 在那裡買的東西很便宜 我想退了那個稅 都是 微不足道的 數目 怎麼都不會夠我買這些東西 退那麼多 真的不難退稅 聽起來好像 很複雜 很麻煩 很難 又要排隊 又行 多資料到可以拍一條影片 但其實那件事很容易 再訂我去第三個歐洲的國家 我要重新再摸索 怎樣退稅 都會很容易 因為一定是那幾個過程 就是隨便扔印 還有拿錢 又或者是入錢 有信用卡 只不過是這樣的 你們不用怕 對 我做到你也做到的 就是這樣 Happy Shopping大家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如果未追蹤我的Instagram Facebook page 或者Snapchat 全部都是EVITAWONG 那我就有做塔羅 做魔法 教塔羅 那些東西的 你可以WhatsApp 9768-5388 9768-5388 9768-5388 其他所有的Business Inquiries 我都寫在IG 我都不是正是做塔羅的 我做很多事情 就是這樣 有什麼跟我說 就在留言那裡說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